那些年的学生都是怎样玩纳米胶的 葡萄 先整个长条 然后对折 准备一杯水调成紫色 接着就是灌进去 捏成一个球形 多余地绑个绳子然后剪掉 红色卡纸上画个叶子 两边贴上纳米胶 剪一个长方形涂上棕色 然后卷起来 最后全部组装起来 这样一个葡萄就做好了 每一颗都是圆鼓鼓的 西瓜 剪两片纳米胶叠在一起 然后用绿色的黏土捏成披萨形状 用纳米胶包起来 剪好备用 剪出这种长条 用色笔涂成绿色和深绿色 给它粘上 再来弄几颗黑色的西瓜籽 表面上再涂一下护手霜 最后把西瓜籽都粘上去 炎热的夏天怎么能撒得了冰冰凉凉的西瓜呢 草莓 先画一个这样子的形状 再按照这个形状剪五片纳米胶 用马克笔点一些草莓籽 接着把五片连接起来 倒入蓝色的水再封起来 再弄一片叶子模型 用纳米胶粘起来 最后剪一个根筋出来贴上 这用一个水嫩嫩的草莓就完成啦 你们都用辣米胶做过什么手工 评论区告诉我哟 喵 耶